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正本清明的節目又來了 今集是六播 喂 鳳Sir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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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Sir人在北京 所以我們今天就做個六播節目 想談談兩件事 第一件當然是談談黎智英 是不是 第二件事就是有關法門的問題 法門這件事其實是挺特別的 有人想借著法門去搞事 當然有關謝謝傑的問題我們一定要記一經 他是在阻礙香港的科技發展 所以今天跟大家討論一下這兩個議題 喂 鳳Sir 你好 早安 你好 你好 你要說 黎智英就快出庭了 11月20日就開始自變 他這種自變就不理會了 但是問題就是 你看到就開始海外那些 我絕對相信美國國務院支持的自由亞洲電台 以致到美國的政客就會趁機說話 也都開始想那個什麼擴縱情 那些什麼呢 那些就開始想牽連了 那些香港民主委員會 就一定想牽連了香港那三個ETO 現在他們就是要脅我們 那些離開了香港的黃絲 就真的喪盡天良 想一切就打死香港 然後呢 這個 美國的政客就借他們 就用來燒這把火 那跟著呢 現在 黎智英出庭了 那黎智英說話說的 他就不會說 我虎手認罪 我打死都不相信 他一定說一大堆 又說 我是爭取民主自由 我是辦報 那樣 於是呢 就會給這些子彈 給這些海外黃絲 和這個美國政客做事 你同不同意 我同意 他一定會搞事的 不會那麼輕易就說 我就認罪吧 是吧 因為很當然 他要做的事情就是 希望可以減罪 或者甚至呢 是令到他無罪釋放 但是呢 老實說一句 我覺得就 比較困難的 因為如果他真的想這樣做的話呢 其實現在證據確鑿嘛 他怎麼做都沒有用的了 是不是啊 冯Sir 我覺得他現在在想什麼呢 我覺得他真的想想自己做 人質外根本的人質 因為他會覺得 等於我們八九十年代 有些所謂民運人士呢 就出去了 因為內地有保外就醫的嘛 那我自己在留意著 香港呢 就好像沒有這件事的啊 頂多就是在醫院病房裡服刑啊 等醫生可以照顧你啊 都未必是完全是 就是外面的醫院啊 因為你要造成 你知道香港的公立醫院幾個忙碌的啦 你會造成不便的嘛 我試過見過香港懲教署呢 就安排一些inmate 就是那些在場人士去看醫生的 上來手扣的 我見過的 那我也有時候都被避開 就是免是非啦 那但是就沒有說 長期在 沒有聽過說 長期在公立醫院服刑的 但是我覺得他是想走這條路 就是我越出名 就是我來 越出名 然後可能我有病 跟著呢 你判我多少都好 我打 我猜死你 多數判我終身的啦 那然後呢 就我變成一個籌碼 一個chips 這樣就等美國人呢 換我走 你覺得他會不會 壞人的一招 那這一招是會的 我覺得 那有一件事呢 就是我們見到呢 新民黨啊 葉劉啊 那上個禮拜呢 就去到英國那邊呢 跟外相林德偉就見面 那呢 也都就著 喂 林德偉呢 跟壹傳媒創辦人 黎智英的兒子呢 黎崇恩會面呢 而且呢 揚言會繼續尋求釋放黎智英喔 那他就表示呢 黎智英案呢 就已經進入司法程序了 啊 在說葉劉這樣說 那沒有人呢 就應該干預 應該呢 被司法程序完成 強調呢 任何外部勢力干預呢 都會有反效果啊 越施壓 效果呢 就可能越差喔 他這樣說法喔 那當然啦 這次呢 葉劉就 率領了新民黨啦 在上個月30號 到這個月的8號呢 就對外聯絡 這個小組呢 包括這個黨裡面的中委啊 還有這個立法會議員 何敬康啊 還有黨裡面的執委呢 就羅卓堅 還有呢 政策總裁 劉詠康呢 就出訪了英國倫敦 那麼呢 葉劉就表示 這次的訪問呢 最主要是介紹香港的一個新發展 還有帶了十幾份的英文版的施政報告呢 就給國拜會的單位 看到 那又介紹香港的經濟發展 那這些東西呢 我一會兒都可以談一下的 那其實呢 對於黎智英的問題呢 我覺得呢 是不是就是施壓效果呢 就可能會越差呢 我覺得有一件事 就是勾結外國勢力那一條罪 哈哈 這個如果再去搞的時候呢 其實呢 就反尚丁丁就證明了 黎智英真的有做了 對不對 鳳Sir 對不對 不正自明啊 哈哈哈哈 所以呢 他 當然了 他一定會 否認的 我相信他的律師會教他 就是為他理念而戰 你沒有什麼實際的行動 是去勾結外國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 危害香港穩定的 你就是一個理念上的交流 那些是你的朋友 上你的船玩一下 聊聊天而已 就等於香港成為一個國際城市 會接待來自全世界的外國朋友那樣 他一定會這樣去講一輪 因為呢 假如他 即是假如他在庭上說 是啊 我就是要拼命你啊 我要趁你病拿你命 那他就更加 令到官 第一會捉路那三個官 官是有情緒的嘛 那就判你咯 喂 嘩你自己都這樣講了 那我猜他不會這麼笨 他真的會將他自己包裝成一隻 第一我是理念 第二我做的媒體 你現在是審判一個媒體 對香港不利的 香港應該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地方 第三呢 就是我呢 就是做正當生意 就算官 第一 不會將會議案 搭在一起講的 就是我們的評論 都會搭在一起講的 那他那些什麼 什麼什麼虛報地址啊 騙科學員那些 那些 那些他在服刑的嘛 那他說一件歸一件嘛 我整個傳媒 是上市集團 是正式地做生意的 我印的是報紙 我宣揚的是理念 我跟蹤的那些權貴呢 只是報道事實 真相 還市民主政權而已 我相信呢 他會包裝成這樣 那就是我們可以 倒針飯 或者不要倒針飯 當作會隔壁 那他突然上庭呢 就亂說 亂說 是啊 我們要親你病了 你就不對了 你這樣回歸之後 就壓榨你了 我就覺得他不會講這些 因為這樣呢 他越包裝到自己一個良心飯 那他就更加有囚犯了 因為到時呢 美國人呢 你要記住 烏比奧做國務卿 是吧 就是我們要國際大小看完整件事的嘛 那烏比奧上呢 他的盤說一定會怎樣呢 就是 你審得我來 以香港的官的進度 又這樣那樣搞了 一旦我又說不舒服呢 就已經拖到一月二十號之後了 那拖到一月二十號之後呢 他覺得他老友會救他的嘛 他老友 我相信他在獄中呢 都看了新聞的嘛 香港不是這麼閉塞的資訊的嘛 那一定說 啊 特朗普選舉的時候 說要 他覺得很實在的 或者要釋放到阿肥豪的嘛 那他一定知道的 喂 我現在是囚麻王的 那一定拖到二十號之後呢 就給他的老友 讓他老友可以支援手 你覺得是不是這樣 其實他找老友支援手呢 我覺得他想的 但是做不到啦 哈哈哈哈 第一 你說有沒有人可以幫到他呢 香港的司法 我覺得在這一宗案上 尤其是港區國安法啦 其實他的罪行呢 已經是非常之明確的啦 那現在給他機會去再做一個自便呢 我覺得對他來說呢 已經是 怎麼說呢 應該是 可以說是給他很大的機會呢 說明一下自己的案情的 這一句也是 香港的司法 所真的要做到的事來的 那給他講一講 看看怎麼樣 那現在很多人說要送中送中啊 其實我覺得都不需要說送中的 香港就夠了 夠判他終身的啦 是不是 這件事 講一句啊 他過去做了這麼多事情 是不是 接受了這麼多媒體訪問 包括台灣地區 是不是 包括他做過那個什麼 什麼 Jimmy Lai的對話 很多很多的 沒有查到Jimmy Lai 對了 查到Jimmy Lai 還有 最重要的就是說 他整個行動呢 尤其是那些 我們說的 重返證人 就已經是說了很多資料出來 說喂 你當初真的有做過這些事情 你真的指示過我們 怎麼樣去做一些報道 還有要砌中央 是不是又要砌香港 又要找外國去制裁我們的特區官員 那這些情況 大家看到了 難道看不到什麼 沒有可能的事 所以他想找朋友 我想呢 最大的問題 就是再加強他的罪行 還有說真的 現在特朗普怎麼會理他 是不是 特朗普就是上台 我有些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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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他怎樣 第一 說回他的朋友 就是那些重返證人 我是那些律師 我就一定教他 所謂的否認 因為第一 那幫人就是說他給他錢 那幫人就是說他怎麼跟他去台灣 叫他聯繫國際線 那他怎麼會說 當時的社會運動之下 我作為一項捐助著 因為是公開的 捐助民主黨公民黨 長毛 我捐助他 這就是我對香港的愛 特朗普都說要愛香港 我愛香港 所以我捐助給這幫人 就不是做一些所謂 conspiracy 不是陰謀 他一定這樣說 那自己的老友 我就覺得他老友 會說他的 因為第一 他老友在競選的時候 就已經講一句了 那我覺得這個人 就不斷也要圓回自己的方 那一位狂人 第二 我就覺得他會要脅我們 國家 就是說很簡單的 你放他 你不放他 那我打你了 那樣子 那樣子 其實他可能想加60%關稅 他就會說 那你不放他我加了70% 那樣子 就是他會用這些 因為他是生意人 他會跟你死咬去談的 去negotiate 那negotiate 他會有籌碼的 那他就說你放他 那樣子 看死你不放他 那還有呢 我們國家能說 一國兩制 common law 沒得提早 沒得保護就醫 他送中就可以了 所以黎智英是傻的 他應該爭取送中 送中反而他可以保護就醫 香港沒有保護就醫的 香港最多是假釋 為了提早釋放 就是你什麼行為良好 但是國安法又寫了 要說什麼 要說 停交處長 信服你不會再違反國安 你的處長都不敢包他了 你包個年輕人都好一點 包他就死得了 我相信他不會違反國安 提早釋放他 他出來之後 阿支阿蘇就死得了 就說烏衫我都沒有了 所以我又覺得 他現在其實 最聰明的就是爭取送中 他說 法官大人 我要求 由內地審經一個安法 這個真的很特別 這件事都對 保護就醫 但是我覺得之前有保護就醫 但是現在是不是這麼輕易 可以保護就醫呢 請教一下鳳Sir 不是 我現在 以我的理解 現在的資料 就很難的了 其實很多都是八十年代的事情 還有 就算因為內地 都必須承認 內地始終的制度不一樣 當然他真的要 對這些所謂 一些顛覆國家政權的人 就算他被他出來之後 他對他的那些監控 是比香港強很多的 所以就算他出來 他都不怕你搞什麼 但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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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以金美拉這樣的身份 比如說自己是英國人 雖然我們也不管他 但是他確實是英國公民的身份 我估計他可能是居英權的時候拿的 因為都不覺得他曾經怎樣 去到英國長期居住 是吧 但是呢 他有這樣的純粹外國人的身份 當然真的在內地審 內地服刑 當然內地服刑就沒有那麼正 那些條件沒有香港那麼正 但是呢 就真的有機會可以做籌碼 因為國家可以決定得到 用回國家的制度 一國兩制就很難搞的 大哥 你多複雜啊 你可能要總聯盟幫忙 想想辦法 對國家的大國可能都想脫掉它了 不要煩了 扔它走 那我就說林寧郭市長要來表 所以難很多 所以我估計他多數都是香港錯的 他真的太傻了 他應該送中 對 我都覺得如果這樣說法呢 其實是會好一點的 因為法律不外乎人情 內地的法律其實是比較 情供方面說得多一點的 如果你認錯呢 那就好一點 但是呢 送中的話 我覺得對黎智英都應該 可以考慮一下 他自己本身 其實呢 我剛剛看到呢 《大公文匯》出了一篇文章 說 黎智英案三筆 不容干預 會退讓 不可談判 講得很清楚的了 他在串著 林德偉身為英國外相 作為一個罪犯去說寒 爆被美犯 其實呢 我覺得他的兒子 黎智英呢 始終你到處這樣游說 是要害你老爸多些的 對吧 你這樣搞法 就是說 我真的有勾結外國勢力 現在這條罪是勾結外國勢力罪嘛 大哥 你到底想幫你老爸 還是害你老爸 他就說 那最重要呢 就是呢 有講到一件事情 他就講呢 就說 一個原因是因為特朗普的勝選 這篇文章這麼說 特朗普在選舉期間呢 曾經揚言呢 如果成功當線呢 會爭取釋放黎智英 雖然 特朗普的揚言呢 每日不知凡己 但是大多數都是選舉語言 又令到 令到黎智英一方呢 又再燃起希望 以為呢 美西方國家呢 會加大對中國呢 打壓 然後呢 從而 有利於迫使特區政府釋放黎智英 這個想多了 我覺得 不過 我們見到 黎智英的兒子呢 其實他現在這樣做呢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呢 想得太多了 如果兩方面看 一方面就想得太多了 另一方面那時候就說 借這個機會再去 再下多幾天先 等爸爸可以坐久一點 以後都不用出來 那不就真是很棒了 第二頓一呢 其實都是一個 是不是不孝時呢 你覺得呢 好想 我不排除他這個想法 第一 他爸爸雖然說 沒有了這個《蘋果日報》 但他爸爸真的很有錢 那我相信呢 他現在就順利地去執行那些錢的決策權 因為難道簽證啊 難道投資啊 他爸爸都 落到order都沒有用的 透過律師 都洗不了了 難道幾個律師 你幫我拿一百萬進來 我監獄就洗了 沒什麼用的 最終一定交給他兒子的了 實際上都要交給他兒子的了 譬如假設有些股票要甩 有一間物業要壞 他有些酒店的 他很有錢的 有些在美國的 要怎麼做事 有什麼法律要改變 隨時要做 所以他根本就等於現在 繼承了 繼承了他爸爸的財產 我覺得他一到處走 某程度上 不是馬路上 實際上真的在害他 因為 第一 英國人只是玩而已 他上去完中國之後 他根本就講得明白 他現在好像那個外交部的次官 準備來了 來香港 根本他現在 英國自己就死了死了 那些疑英港人 或者疑英黃絲 就深受其害了 如果不是 奧蘇利文那些不用 全部跑來香港了 除了香港真的很正 天氣又好些 沒有英國 英國現在冬季時間 開始冷了 又濕又冷了 香港沒有這件事 我看到 在北京 在世界都可以穿短袖 你現在在大灣區 有東西在香港旁邊 那都是 都可以穿短袖 挺舒服 不過香港現在打敷 這個原因 整個天氣都舒服很多 所以變成 他們其實 又睡又重 生活又沒有這麼好 但是英國現在就很需要 我們國家多些去投資 所以他講一下黎智英 見了黎智英的兒子 其實就是第一 第一 回應一下那些政敵 告訴你 沒有錯的 我有做事的 我不是扣頭跪低的 第二 也都告訴中國 我們中國 你再不做什麼 我就 下一個禮 我就會出手的 你就鬆一下手 忍一下我 多些投資一下 製造多些製造的機會給我 來來去都是這樣 你說是不是 對 沒錯 我覺得英國是不會理他的 表面上也會做一下這個形象功夫 是不是 其實要中央救 你再這樣動 你真的想死了 你是不是不想做生意 不想做生意 不如就 黏著老美 特朗普應該會設定你的 這個是肯定的 還有我們看到黎智英 原來有六個子女 找到一些私底下的資料 她在菲律賓的前車 就有兩隻一女 第二任的老婆 也有兩隻一女 那究竟是怎樣呢 為什麽其他人不見出來 從一隻自己出來 孔了出來 我想其他的子女都知道 喂 痴她老爸 沒什麽好結果的了 這樣搞法 以後不用玩了 所以的時候就 選手了 這件事 那另外一方面 我們都可以談談葉劉那邊 去了英國那裏 你覺得這個效果好不好呢 想寫一下鳳叔 我覺得 當然你去一下英國 做一些海外的 國際牌呢 不是不好的 葉劉自己的英文 確實很好 真是 他做過局長 又有過自己的政黨 上次2012年立法會選舉之後 他多了這麼一個職位 他在錄票 我沒有記錯 所以變成 他確實是有這樣的 香港的行會 但是你說 是不是很有作用呢 我就覺得 未必是很有的 但是 都應該做的 因為 我們周正如 上星期 寶龍主任 都對著香港 那29個商界 鼓勵他們 對這個 做他們的國際聯繫 說到香港故事 所以我絕對不會 批評一下葉太 這次英國之行的 我覺得多一些是好的 因為他的 standing 是可以看到 英國的高層人 因為始終是有一個 政治地位 這方面我是肯定的 但是效果來說 最終 英國人其實 第一很狡猾 第二 他們目的就是計這件事 就算特首去 都未必能夠給他很多東西 始終我們的經濟力量 我們已經是看細 只有國家才行 真的要背靠國家這方面 是嗎 對 但是他也說到 他想在華盛頓到進行訪問 但是大家知道他非常敏感的 是不是 那麼當年 民主黨很多人過去 就是華盛頓訪問 大家知道他造成什麼 後果的了 那現在 葉劉說要去 一個華盛頓訪問 我真的有點擔心 老實說 尤其是他的老師戴雅門 會不會這次也會 跟戴雅門聊天呢 如果他去華盛頓的話 所以我覺得有一點點疑慮 不知道鳳Sir怎麼看呢 這件事 我自己覺得他會想去的 因為其實 第一 大家不要忘記 現在再過一個月 本屆政府就一半了 就是2027 跑馬仔遊戲又開始來了 是吧 大家都懂得計算的 打開Canada 是呀 我的臺力緊好了 我回到中山之後 送給你 看你可以送給我 多給我 幫我派一些 謝謝 多謝 多謝 不要嚇他 不要嚇他 那你要記住 那既然是這樣 那大家可以計算 那我覺得 他可能是年紀問題 不過這樣 特朗普是令到一眾七字頭的 那些全世界的政治人物 一定有這個一定的 就很開心的 因為特朗普也可以 還要捲土重來 那為什麼 香港不行 就是說 你香港要做一個 部門首長 可能難些 就是七字頭 但是你做全香港的 最厲害的工作 就是七字頭 就不行 所以我會覺得 就是他的顧問 那些謀事 我跟他說 葉太太 去 一定去 整理你曝光 你去 被人罵也好 你只要回來 不要做孟晚舟就行了 這樣 不是差事來的 當然我 我是他的謀事 只要去見人 如果見了特朗普 就不會見你了 特朗普多天 找誰 找了彭斯 找了副手 約萬師 約不到萬師 約Rubio 他當面噴你不要緊 扔回他 是吧 那你就拿分 是吧 告訴他 不是的 最好是公開 在記者面前 但就不是大吵架 而是說 禮貌而堅定地告訴他 你錯了 香港不是這樣的 不是想像這樣的 我們整個人都走來走去 我身邊的年輕人 都跟我來美國 我覺得 當然他做到這個效果 對他2027 未必沒有幫助 我覺得他年紀大了 應該給多些機會 給年輕人 這是第一件事 特朗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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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不同 對不對 還有一件事 他在刷LGBTQ 這件事 特朗普最討厭的 你說你摘這件事 我覺得你政治不正確 我怎麼會見你 這件事其實都是香港引起了很大的回響 覺得不應該 有沒有搞錯 你差什麼 就叫Yu Musk的 兒子或者女 兒女 過來香港 定居 你這樣的搞法 你做收容所 這個不行了 對不對 那其實 就是對於葉太 來講 葉劉來講 我覺得 真是讓位給年輕人 會好一點的 他去到呢 是不是真的有作用呢 我覺得這個作用 真是不大 還有 你無端端去做什麼 我怎麼知道 你私底下跟什麼人見過面 其實現在很多人覺得 他太過親美了 親西方了 其實有很多事情 我自己個人覺得 應該就很明確地 就是堅定地支持特區政府 那不是會好一點的 我自己個人感覺 都是出去外面宣傳是好的 是好事來的 但是給那些年輕人去 OK的了 我覺得 去到那裡少一點說話 等其他那些 晚輩 去了解一下 現在整個國際政局 介紹一下 那其實呢 我覺得 對於特區政府是好事來的 是不是啊 鳳Sir 是的 不過我 老實說 你說他好像 那些 鳳Sir不一樣啊 那樣那樣 他們不是這樣看的 因為他們真的會想 喂 那七十幾歲 全球最厲害的那個位 最具權力的那個位 都可以七十幾歲做了 那為什麼 香港 沒那麼殘蟲呢 未必不行的 香港又不是 沒出過女特首 那我覺得呢 即是 即是你 即是你真的 他肚裡面的蟲呢 他不會完全反應這件事的 因為特朗普確實是令到這些七張東西的 一些有能力的政治朋友呢 是會有重現希望的 所以我覺得呢 他一定會爭取去美國 他也都不會像你的說法那樣 盡量給那些年輕人說話 他少一點說話 我覺得他真是寧可 他最好去到美國呢 被人扔下雞蛋啊 那樣那樣 他都不介意的 因為越來這樣 他越會出名 你看看 當年阿洛蘇羅森尼加 就是這樣 被人扔完雞蛋之後 就說 喂 你還欠我的香腸啊 還欠我的煙肉啊 即是 即是他們這樣做呢 其實更加自己有氣度 還有那個一定成為 《國外新聞》你想像一下 假如他因為不知道什麼原因 被一些特朗普的支持者說 哇 你支持LGBT 我們不喜歡你 你就所謂打壓香港的民主人士 你又來到 反正我們不喜歡你 跟著真的有一些 對他的示威 其實是增加他的民望啊 是不是 再加上不要忘記喔 我們一挑哥都去不了美國的 他去到喔 他回來 對著記者說就行 說得內部 說得開放一點 說說美國最近的情況 我看到美國的國會兩派的議員是怎樣的 就算他見不到很厲害的 Panossi 因為美國人都很驕傲的 就是他覺得 我的地位不一定要見你的 總會幾百個議員 總會見到的嘛 一個不一個人 他真的見到 就算是川普的某些國員 不一定是Rubio 譬如轉為Chief of Staff 她那個應該是什麼 Krisa 她就是Krisa那個女士 做她的Chief of Staff 而Chief of Staff 不用過 我理解是應該不用過 國會的 所以說做就做了 就是那個位置就做到了 當然是這樣呢 這樣就很有資本了喔 你要忘記喔 不要忘記喔 莫寮長是總統最親的人喔 當然你看到總統這個莫寮長 他跟著跟總統說 跟總統說 對呀我對這個 對這個莫尊有些印象 他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情況就不一樣了 我會覺得這個時候去英國 他有他的判算 我不會排除呢 就是我這個是 我同意政治評論 我們不是對他有任何 negative comment 純粹是評論給我們的觀眾 給我們的粉絲而已 是吧 他去不去馬我影響不了 他贏不贏也都我影響不了 但是我覺得 他應該有2027 現象慢 所以他會去美國 2027 正在佈局是吧 哈哈哈哈 一半了 現在 開始要熱身的了 熱身準備就下場跑了 是吧 哈哈 是頭馬來的嘛 你想想一下 整個我們 阿超哥的 Hapatic 就是內閣 有誰可以這樣去到美國 而又可能引起到一些 media的翻譯 是吧 然後他去到一定有media的翻譯 我是他一定爭取見特朗普的人 爭取見現在拜登的人 未必不見你 因為他有一定的勝利地位 可能找個低級的見你 可能負責太事務的什麼 助理國務卿 因為你始終是 他亞大事務裏面的一個政治人物 而且是一個有standing的政治人物 那這個也是 都是籌碼來的 他就可以回來和他講 各位香港事務 大家解釋給他聽的了 香港繼續有言論自由 你看那個大衛Sir 馮偉江經常在那裏 證明香港這個自由 說了一大堆事情 是吧 那我覺得他 那我就可以告訴大家 我還不是說香港的故事 解釋那些不解 我還不是說他 都說人家聽不聽 人家一回事 大家知道 根本在抓一盆政治棋 你說什麼他都是這樣說你的 因為他要打你中國 打你香港特區 你說什麼他都是另外一種玩法 這個是的 說真的 你說有一個平台上高 無論是好還是不好 被人家罵 被人家釘雞蛋 釘香腸 都是一個宣傳的手法 是吧 給大家知道 是吧 那我在這裏不評論 月楼的其他事情 只是說他有沒有意思 去再去做那個 比較重要的職位 是吧 那這件事 我們拭目以待 那最後我們要跟大家 討論一下那件事 就是有關這個 司法覆核的問題 那這個司法覆核呢 我覺得真的是 挺荒謬的 很多人呢 都想透過司法覆核這件事 去處理 去搞搞特區政府 那最近 林定閣那邊呢 就也都被人家砌的 審傳的制度 那還有 有關很多法律上的問題呢 其實 我們的立法會議員呢 都對他呢 有些看法的 那還有 對外那方面呢 其實 我自己個人覺得 香港的有些法律呢 似乎是應該改的 包括之前的陪審條的制度 法援的問題 應該定得更加 就是嚴謹 不要這樣隨便給人家用 是不是 鳳Sir 我看到他寫了一篇文章 怎麼看呢 是啊 因為我很生氣 我看到這個謝世傑 因為呢 第一 不是他 我都沒有那麼生氣的了 我想又是你 我想又是你 他當年呢 捕了老鼠 給一個彭定康 那當時彭定康呢 就已經打算走了嘛 他做這五年 就是做了五年就打算走 他當然什麼都受得了 就算他回到阿芝亞州都好 他會想 我最後都是害你 就是用他的角度 害你 害你那幫中國人 害你那幫中國人 我作為末代港督 我肯收老鼠 到時候就等你 當時他知道 為什麼是董先生會做 等你董建華自己再收 以後不只收老鼠 就是收蛇 什麼都要收 他當然不會深究你 追究你 你試一下 當然是英國人想著 我還有一百年在香港 繼續殖民管治的 他當然不會這樣處理 但是這個人 這個什麼 這個叫什麼 就是鬆無鬆氣的 立刻聲明著氣之後 就開始一路玩東西了 最近政府也在社工註冊局紀律委員會的名單裡把它剔除了 那是正確的 讓他這些事情不要在這裡搞 他搞一個什麼私人身份的名義去他入品 拿這個私下覆核 又被這個法官批准許可 這個就是我們其中一個漏洞 就是整個香港這麼多人 政府它推動那些事情 只要有一個法官 覺得你某件事是有這個涉毒公眾利益 那就有機會拉停你 一般的案件 我們總會有一些什麼搶劫案 非禮案 強姦案 甚至謀殺案 甚至行賄案 收賄案 香港真的是一個很多元 很高度發達的國際城市 什麼都有機會的 始終我們不會否認 但是 可能是一個法官去決定理解的 這些在法律法律裡面 但是一牽涉到 一牽涉到 所謂什麼叫公眾利益呢 第一 法律沒有很明確說的 沒有什麼案例的 回到中山 沒有什麼環保問題 我到現在看不到 我們有沒有說死了海豚 有沒有說小鳥搞不定 有沒有說整個香港的空氣差了 是不是 你後面照片就是 應該是夏天的時候拍的 現在就可能差些了 秋天 都比香港還好 法官的判案其實很有問題的 還有是接不接受這個司法覆核 我覺得是沒有考慮到 很深入對香港的影響 他覺得這一點OK 但是我就很明確地了解到 有些的所謂環保組織或者環保團體 甚至是個人 他們對於特區香港 香港特區其實是不懷好意的 想阻止特區的發展 我上次有和A軍 在中山那裡吃飯 聊聊聊聊聊聊聊 他都說 喂 你中山那個旗桿上面 有些白色的雀鳥在飛 那是什麼雀鳥 那些是叫白路斯的 你環境好呢 你自然會有很多雀鳥 或者是白路斯會到處飛來飛去 那水質好不好呢 當然好 還有呢 對於一些紅樹林來說 中山是極度地保育的 那裡外面就麻煩 你就不要再建任何東西了 那個地方是保護地 那跟居所很接近 但是呢 大家知道這個環保 在內地是非常重要的 金山銀山不如綠水青山 我們都知道 是真的做到的 那有沒有影響到一個環保的 其實是沒有的 因為發展是必須的 你蓋房子也是必須的 蓋房子未必是會影響到 就是環境污染的 那還有呢 有人說填海影響什麼白海豚 其實這個都是荒謬的 因為填海現在 其實是很新鮮的技術的 我看到是不是 心中通道 大家看到了 如果我要去做個人工島 其實不會影響周邊的環境的 我把水抽乾了 然後慢慢起了一些東西上來 然後呢 那就很乾淨了 不會把泥沙周圍這樣揚開 那其實這個是一個環保的做法 香港特區就應該想想想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還有在司法上呢 我覺得特區真的要深化改革的 夏寶龍主任呢 就多次已經說了 現在特區政府是需要深化改革的 那最重要呢 就是這次夏寶龍主任 也來到香港和商界會晤 那商界當然會和特區政府合作的 但是你要支持才行的 喂 你特區政府很多法例 其實是對商界有負面的影響的 限制又多 那這一點呢 其實就是我們大家觀察到 就特區政府真的要面對現在這個 尤其是法律呢 有些是過時的法律 是不是應該取消了它呢 那陪審團制度取消了它 麻煩你擺在這裏 對你自己沒有好處 對商界譬如那些食環的東西 你都要改一改啊 你不改 就是香港人做生意 喂 滯爪這麼多 你叫我做 我都想做啊 但是一下子就告訴我 喂 這件事不行 那件事不行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的 那所以我就個人感覺 就是商界是沒錯 是很想和特區政府合作的 但是你和特區政府合作 你都是一樣東西 特區政府都要配合 喂 改一改 像普Sir所說的 喂 還有 一半時間 給你做事的 兩年多而已 喂 跑馬仔又開始了 喂 這件事 是不是真的要處理一下呢 尤其是民心的問題 我覺得應該有改 當然了 我自己看到一些資料 香港的整個經濟情況 是逐漸逐漸好轉的 但是接下來 特朗普會怎樣玩 又不知道 對香港會不會有負面影響呢 這個一定會有的 那你要給商界的信心 喂 你改一改 喂 令到商界更加有信心 那就好了 是不是呢 冯Sir 我相信 就是拆牆鬆綁 上個星期 夏主任就對付了29個商界 就要他們做事 那超哥回來就說 就是看你對香港有多愛啊 我也都說 我舞台已經做好了 到你要負責他上台表演 沒錯 言下之意呢 超哥就覺得都做了很多事情 我都贊成的 他確實做了很多事情 現在準備做減撲房 就是盡量消滅劏房 但是問題呢 就是拆牆鬆綁 始終是重要的 我們移動一下 特別我們搞基建 或者我們搞其他各方的審批 是真的太慢 就是我們在中山生活就知道了 你可以說 它的威權政府 行政權力很大 但是它要做是真的做的嘛 它真的做到東西給你看的嘛 但是呢 香港可能搞來搞去 這次夜細節這件事 新田科技城為什麼呢 喂 其實這個河土那裡做 這個新田那裡做科技 喂 說了我想 至少有五六年了 但是搞來搞 現在才說年底有先有機會 將地交付給創科局 現在這樣搞 再來一個消滅覆核 又怕它真的拿到法門 怕它拿到法門之後呢 就拿到整個言請 研拼了專家證人過來幫忙 整件事就搞了一輪 所以我覺得呢 第一我都說那句 真是 快以除了它了 所有關係香港的土地發展 房屋發展的東西 不給消滅覆核 我就要用這個緊急法 下這個命令 你夠膽去挑戰我 我告到你身家性命財產 沒有了為止 你光耀那招這樣才行的 你光耀就將那些 就是刻意丟臉的分隊派 告到你 真的不要這樣PK 告到你逃亡 那你不敢這麼搞的 你在這世紀 這世紀現在多招職 真是離譜 所以我昨天寫一篇文的時候 一股老氣 一團火 我真是很生氣 我這件事呢 我就說回我之前呢 應邀去了持續之父的晚宴那裡 其實也提到這件事情 我覺得呢 最重要呢 就是香港是一個行政主導的地區 而作為行政主導的地區 有很多事情呢 我們的特首呢 應該出來呢 去做事 去處理 和解決這個相關的問題 因為一定要有為有守嘛 就是我自己個人覺得啦 你去做擦場鬆綁的這個動作呢 我覺得對很多商界呢 是拍爛手掌的 也都可能對於李家超的連任呢 是會有好處的 因為得到所有民眾的支持嘛 尤其是商界嘛 喂 香港是一個賺錢的地方 還有呢 你不要學西方那一套 西方那一套已經證明不行的了 拖死你呀 玩謝你呀 就算特朗普現在都說 要有一個改革委員會 校律委員會 校律部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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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去做一件事了 不過做不了一個我覺得很難的 美國 這麼大的地方 這麼大的政府 你說要改就改 所以這次呢 對於特朗普呢 我們有時間 再跟朴Sir談談 讓朴Sir有空一點 另外一方面 真的 特區政府也不是這麼大 你應該就 盡量去改革 還有呢 已經說完了 最大權那個是你了 已經是 你做的事了 快手點做 對於商界發展是很重要的 喂 朴Sir總結一下 好不好 就是我們真的 時光任載 搞一搞一搞 就已經兩年半了 超哥呢 就是無論你有沒有什麼打算都好 這一屆呢 剩下那兩年半的情況呢 就開始要量多一些東西 要多一些實質 見到的 更多實質的政績要出來的了 很快呢 現在在說 11月14號 都叫做11月中 14、15號 然後 下個月中 就述職了 跟著 究竟中間有什麼微言大義呢 各方就會動動的了 我希望 超哥 就要想 另外呢 特朗普一想 確實就會來了 香港是要打硬仗的 他可能會說你做什麼中轉啊 偷運一些東西給我一波 他跟俄羅斯關係也不算那麼差 他就好像民主黨那樣 說我們一樣那樣的 我會審一下審一下呢 隨時呢 就越來越多資料出來 到特朗普上的時候呢 就更加會多話講的了 烏比喻也都會玩東西的了 因為他這些是牌來的嘛 我們要預了 最終就是要靠 用主席的說法 打鐵都是要自身硬 你內部呢 要做多些拆牆鬆綁 做多些真實質的 振興經濟的方法 就不要只是做些表面的東西 這樣呢 我會覺得呢 香港也真的在慢慢復甦 那超哥可能真的是 讚放異彩的喔 我也是用鼓勵的態度 去看一下超哥這屆政府 至於國防有志之事 男的還是女的 想怎樣看 我們只能偷摸發聲啦 繼續評論吧 是啊 沒錯 我們慢慢逐步逐步來吧 美國連一個評論員 都去做國防部長 哇 這件事實在是令到我們非常驚訝 是呀 很驚訝的 所以說不定 但是你做司長 你知道嗎 但是我做的 千萬不要說這件事 OK 好了 好 記得訂閱萬里鳳 還有大衛上頻道 留言點贊 分享看廣告 感謝大家支持 拜拜 各位 拜拜